歡迎回來 這裡是晚間新聞 繼續關注 特魯多基金會涉中共捐款醜聞爆出之後 基金會高層集體辭職 近日 部分辭職者向媒體披露了辭職的真正原因 週二 特魯多基金會負責人 8名董事、4名高管和6名導師宣布集體辭職 對外稱是基金會被政治化 使他無法正常運作 不過5名辭職者次日對法語媒體La Press透露 基金會內部對中共捐款儀式調查上的分歧和管理危機 導致辭職潮 特魯多基金會2002年成立 旨在紀念現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父親 《環球郵報》2月發表報導 詳述了中共2014年受益代理人向特魯多基金會捐款 隨後 基金會發聲明承諾退還收到的14萬加元 報導稱該筆款項未能歸還 因為捐款支票簽名人並非真正捐款人 基金會現任董事會要求獨立調查 並以利益衝突為由 要求捐款發生時的在任董事會成員迴避 但被拒絕 一名受訪者表示 獨立調查本可以查清真正的捐款人 這筆錢是否有附加條件以及背後的關係 但內部管理危機讓人對基金會處理的公正性失去信任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週三表示 他沒有參與基金會任何活動 基金會已回應媒體會對捐款的中共潛在關聯進行獨立調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高英林 美雪 加拿大報導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高英文 美雪 加拿大佛